这是世界上最孤立的地方 这里的人被称为世界屋脊上的囚徒 在这里 三分之一的孕妇死于分娩 一半的孩子活不到五岁 娶一个老婆需要一百只羊 而大多数牧羊人每个月的报酬 只有一只羊 在不吃不喝的情况下 他们也要十年才能娶上老婆 很多人因为太穷 不得不交易自己的女儿 来给自己的儿子娶媳妇 这里是在阿富汗东部的帕米尔高原 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 以前二百名吉尔吉斯人被禁锢在这里 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他们没有货币 直接用牲畜来进行交易 一头牦牛植十只羊 一匹马植二十只羊 一只骆驼植三十只羊等等 吉尔吉斯人没有耕地 牲畜是他们的唯一收入来源 尼玛图拉已经二十岁 即便他是酋长家族的一员 但他依旧没有足够的羊去老婆 罗山是尼玛图拉的叔叔 也是部落的酋长 他的两个女儿已经生病一段时间 但是没有医院可以医治 罗山为部落的未来感到担忧 由于没有医院 孩子生病得不到治疗 部落的人口在逐年减少 再过去 他们可以在整个中亚地区自由放牧 但到了十九世纪末 各大帝国瓜分了该地区 吉尔吉斯人被限制在狭长的地带 边界就在几公里外 那里有商店 学校和医院 但吉尔吉斯人被禁止跨越这些无形的边界 瓦利是尼玛图拉的父亲 是酋长的哥哥 也是部落里最年长的人 他有五个儿子和两个女儿 另外还有三个死去的孩子 因为没有足够的羊 瓦利决定让自己的大女儿乌鲁姆 嫁给临近部落的人 以此来给自己的儿子尼玛图拉筹备婚礼 明年夏天 大女儿乌鲁姆 就得嫁给没见过面的男人 对此 乌鲁姆没有质疑父母的选择 也为他没有发言权 实际上 这是吉尔吉斯人普遍的做法 能嫁给一个或许生活条件更好的部落 同时又可以让自己的弟弟结婚 对他来说 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尼玛图拉很开心 他也将在明年夏天结婚 为此他由衷感谢自己的姐姐 要是没有他 他也会像许多吉尔吉斯人那样 穷极一生也娶不上妻子 尼玛图拉的另外一个叔叔 阿奇兹 正被大烟所麻痹 七年前阿奇兹生病了 由于没有药物 他就靠大烟麻痹自己 导致一发不可收拾 每年他都要花16只羊换取大烟 这样下去 他的家庭的生存将受到严重的威胁 实际上 在这里每家每户 都有一两个依靠大烟来麻痹自己的人 11月份 帕米尔高原进入了冬季 气温降到零度以下 日常取水都变得极为困难 牲畜的照料更是难上加难 每年冬天都有不少牲畜 因为鸡孩而死去 乌鲁姆在母亲的指导下 正在为未来的丈夫准备婚礼 她要趁夏天到来之前 准备好所有的结婚礼品 乌鲁姆的头罩是红色的 一旦她像母亲那样戴上白色的 就意味着她已经成为别人的妻子了 到了一月份 气温降到零下40度 面粉 食盐和茶都没了 尼玛图拉的另一个叔叔奥龙 自发钱去交易牦牛 换取货物 她说服尼玛图拉一起随队出发 这对尼玛图拉来说 是一次成年里 部落的生存取决于她的这次探险之旅 一行人需要沿着阿富汗走廊 徒步行走150公里 至少需要七天才能到达萨哈德 走在山坡上时 可能连马带人一起滑落山谷 走在冰河上面时 冰面随时都有可能碎裂 雪下的太大时 随时都有可能被雪崩卷走 但是他们别无选择 这是唯一的通往外界的路径 尼玛图拉负责在面前撒沙 以便牦牛可以行走在冰面上 这对尼玛图拉来说 是一次重要的学习机会 几年后 她将成为领导商队的人 晚上 他们就住在山洞里 奥龙给大家讲述外面的世界 她说外面的放牧不需要牧羊人 都是依靠机械和电脑控制 但是大家都不肯相信她的话 他们不理解外面的世界 怎么会没有牧羊人 经过了一周的漫长旅程 一行人来到了萨哈德 他们将在这里逗留几天 然后换取所需的货物 启程返航 六个月终于过去了 吉尔吉斯人迎来了春天 他们开始搬家 搬到适合放牧的地方 在那里安扎蒙古包 他们将在那里住六个月 不过在这里吉尔吉斯人 又面临一个新的问题 塔吉克人会时不时 来偷他们的牲畜 防不胜防 生存形势变得很严峻 三十年前 他们的部分祖先逃往土耳其 听说他们在那边的生活 要好很多 有商店 学校和医院 现在罗山想带领族人 加入他们 但要先派一个代表 前去打探 这个任务落在了 见多识广的奥龙身上 二十天后 奥龙离开了族人 独自一人前往土耳其 但这一次 雄心勃勃的旅程 充满了不确定性 婚礼当天 乌鲁姆在交集的等待 她很想知道 自己的丈夫长得怎样 新郎和亲属骑马赶来 人们向他们身上撒面粉 这是最高的礼仪 面粉虽然很贵 但这是一种荣耀的象征 四只羊被宰杀 用来招待一百多位来个 九族饭饱之后 两方的亲属 将举行一种比赛 双方骑着马 抢着一只骨头山羊 与此同时 新郎开始在大家面前盛装打扮 新娘则待在红色织布下面 活泼将白色面纱 披在她的头上 以表示她赞成这门婚事 这之后 新娘和新郎将进入 属于他们的蒙古包 在里面度过三天 然后才一起前往南方的家庭 几天后 罗珊在朋友那里 借来了一个卫星电话 和土耳其那边的堂兄 取得了联系 但由于信号不好 没说几句就联系不上了 现在奥龙也杳无音讯 族人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 过几天 尼玛图拉也将结婚 她很幸运 她有一个姐姐 虽然很多族人认为 他们应该搬离这里 但是尼玛图拉表示 即使这里生活很难 但是他们也应该坚守在这里 坚守祖先遗留下来的 生活方式和传统 生生不息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